林俊傑先生當賣場 如此專心買菜 原來是為了給好友張懷浩驚喜 大家好 節目的第一集 我們有一個特別的來賓 就是我的好兄弟 Mike張懷浩 我是Mike張懷浩 今天的任務就是 要來幫Mike做一道 生日料理 讓Mike自我介紹一下自己 因為我待會要先準備一下料理 所以你可以先跟大家聊一下 OK 大家好 我是Mike張懷浩 然後 喔 高級 義大利 立場 有 最後的出場 一切準備就緒 JJ的整人計劃 也跟著牛排慢慢熟成 好 我現在這樣差不多了 要請Mike入座 Oh my God 這邊有點寫 這邊有寫 這邊有寫 很大口一點 旁邊有加鹽的 怎麼可能要寫 再大口一點 有 我為了 我為了 旁邊都能吃 最後一點 即使 他們 這是 很辣 很辣 也蠻辣 很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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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我要不要 你吃它 你吃它那一面 很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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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 才是真的有調味 剛剛好的味道的牛排 你生日 就給你 非常 豐富的 牛排體驗 非常多的胡椒粉 哇 哇 這就是我幫麥準備的 超多 鹽 超多胡椒 超級牛排 Happy April's Day 我剛剛還真的不知道怎麼表情 我是 我是 我摸不起來還不是 好 等一下 根本沒有電視節目這件事情 根本沒有電視節目這件事情 只能說03歲的整人計畫 太過精密 但也讓人好奇牛排到底有多鹹 什麼什麼什麼 牛排怎麼樣 JJ的牛排怎麼樣 第一次 好險 這要出下去了 這要上節目的 完全了 這故事告訴我們 千萬別當幫兇 報道